我們去登記的時候帶那個鬼哥的公仔 是他有事先跟你 他沒有耶 他好像早就這麼打算 鬼哥一直 我覺得他對Ju哥的影響太大了 所以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這個人 這個影子一直都在他的頭上 當天我們甚至連我們本來準備好的結婚證書 我們都忘了拿 但是他就只記得帶著小鬼 又要點紅 對 這才 這件事情就是常被叮嚀 你看到我就說不可以懷孕不可以懷孕 他已經植入在我的套子裡了 誰 就是上頭掌握 因為他是怕意外 斷掉 這也是我的 對 對工作的尊重 直接在戲裡也懷孕 不行啊 懷孕太可憐了吧 不是因為我真的是災難擔當 我覺得懷孕 我自己也會擔心 但是家人當然都很希望趕快 他在戲裡面的角色情緒很重 對啊 因為打架要幹嘛 那朱哥會希望也希望趕快嗎 他其實是一個從我們剛在一起就很希望這些事情趕快進行的 但是因為工作也沒有間斷 所以這是在規劃內啦 可是就是可能要等這個搞一個斷 對 對不然我的身體也是不能再拖了吧 我們去登記的時候那個帶那個鬼哥的公仔 是他有事先跟你 他沒有耶他其實他好像早就這麼打算 因為那隻公仔他買了 他從訂到拿到好像也等了將近一年 但是 因為其實鬼哥一直 我覺得他對朱哥聯想太大了 所以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這個人 這個影子一直都在他的頭上 所以他是當天 我們甚至連我們本來準備好的結婚證書 我們都忘了拿 但是他就只記得帶著小鬼 對 我們到了現場之後他們說 請問你們的婚約書呢 啊 沒帶 所以我們現場整個在拿新的重寫 對對對 宣語現在有覺得不一樣嗎 其實我們也是前一天才在聊 我覺得都一樣耶 因為我們很早就進入同居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蠻鼓勵同居 是因為你可以提早看到這個人最醜陋的一面 或者他的生活他的習慣 因為我也是只要我那麼一點不喜歡 我就會扣分扣分扣分 你怎麼會有醜陋兩個 不是一定會有啊 那你放得去醜陋是怎樣 好想吃這個 大概就是可能 放屁 沒有我們 不敢講 他有時候比較好笑的是他可能喝 因為他喝了酒他是很開心的人 他就會很沒有包袱的在家裡 跟家裡的貓躺在地上玩什麼的 那一刻我會覺得很蠢 可是如果帶一點愛意的話是可愛的 那明依就很幸福 他們想要知道的是說比如說他幾天沒刷牙 為我這種事啊 對啊 沒有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人他沒有我 覺得過不去的地方才能結婚 你們同居後有什麼最受不了的事情摸過很久 最受不了的東西拿到哪放到哪 我也會 這個我完全沒有思考 不回味那一種 對 很多男生都會這樣 對因為我是一個我會為了我自己的懶惰 所以我會把事情做好 比如說我拿這東西我一定會放回去 因為我懶了之後再放回去 可是他就是拿了之後放了 我都知道他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就有那個 對 對 所以這一點是我比較受不了的 但他本來就比較粗心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會跟他說你可不可以放回去 喔我之前還跟他說一件事 我說 有時候不是希望你去遷就對方 是你如果做了一件他喜歡的事情 對方心情就會比較好 我是一個對廁所的地板濕濕的 我會有點潔癖的人 我一定要穿拖鞋 所以他昨天就忘了把我的拖鞋弄濕了 然後我就說 你以後可以不要再把我的拖鞋弄濕了 然後他就只是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濕了就 就踩上去有什麼關係 那你就多買兩雙 本來在裡面還是會一起濕啊 那些放在裡面UV啊 如果他這個濕就把它拿出來 不過男生會啊 對男生會比較粗心 所以我有時候也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只是我還是時不時稍微提醒他 對因為做那麼一點點小事 我可能就會開開心心的 對阿 所以他有道歉嗎 沒有他都會跟我說 好我知道了 對他都會很懂得生存 等到你去吃水 等到你去吃水 他其實是一個很能接我情緒的人 如果我工作很累 我回家有情緒的話 他會馬上跟我說 想不想去吃什麼啊 還是我明天 你有沒有什麼時間 我帶你去走走 他很會消化我的不能量 那很好耶 對這一點非常重要 這是讓我最舒服的事情 不是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